剛才法院對於遊戲舉止本件提告的所有訴訟去駁回 那身為丁特的委員律師 在這邊我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其實這個案子並不是為了薛永偉本人 也不是為了我 那其實主要是為了各位玩家在遊戲圈的權益 我們今天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奮而起身對抗遊戲舉止的結果呢 其實被他提告到這個訴訟 歷經這一年多的審理 我們其實丁特本人也感到非常的焦慮以及不安 但是今天法院所宣判的這個結果 我相信他個人也會欣慰這樣的判決 並且肯認他這一年多來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那其實在這邊我們要感謝法院 願意留給各位遊戲玩家 一個在合理的事實跟合理行為上面 對於這些遊戲公司這些財團們 一個合理評論的空間跟範圍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有相當多的玩家力挺我們 要求我們要繼續跟遊戲舉止對抗下去 那甚至在於 妨礙名譽這件事情上面 早在我們被告之前 遊戲舉止在坊間大家戲稱為黑局這件事情 早就不是新聞 那在妨礙名譽這件事情上面 更多的玩家表示 其實遊戲舉止早就沒有名譽可以妨礙的問題 那雖然這是笑稱 但是在這個環節點上面 我們也要呼籲遊戲舉止針對這個訴訟 我們希望今後針對這個訴訟 他們不要再浪費司法資源提起任何的上訴 上訴並不是對於解決各位玩家 對遊戲舉止本身一律消除的最好方法 我們誠懇的希望遊戲舉止 倘若要解決所有的問題 真正恢復他的名譽並不是在提起訴訟 而是開一場記者會 將所有機率設定 跟這個所有玩家參與本次 涉及到止步等等這些遊戲製作的歷程 一次做公佈 我相信所有玩家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是對是錯一定會還給遊戲舉止一個公白 公平跟明白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針對今天這個判決 要向各位玩家報告的 其實在上一次 最後一次開啟之後 遊戲舉止只針對 各位新聞媒體記者們的採訪以及報導們 表示與事實不符 但終究沒有提出合理的證據來去證明 我們的指控是錯誤的 他們所宣稱的事實是正確的 也因此在本件的判決之後 我們其實相當程度的認為 遊戲舉止會繼續逃避這個問題 那發布一個與事實無關緊要的聲明 繼續掩蓋這件事情 所以往後在這個訴訟的歷程上面 這個判決絕對不是一個終點 也請各位玩家一定要繼續支持我們 來對抗這件事情 遊戲舉止不斷地宣稱 丁特在這個案子的議題上面 並不是有什麼樣的目標 而是為了吸取各位玩家的關注以及博取流量 但追根究底 說實在遊戲舉止並沒有因為這件事情 遭受到任何商業上的損失 反觀它的財報股價都一再的創新高 甚且因為這樣的行為能夠獲得更多的獲利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其實除了在本件訴訟以外 也積極的在與各個立法委員 經濟部等等相關機關推動 往後在轉蛋法的設立上面 一定要更加的積極來去關注這一些傳統的 線上遊戲的產業也好 甚至更廣泛的博弈產業也好 都應該要立法來去納入合理的管理 來保障各位玩家的權益 基於消費者保護法所提起的這個消費爭議的訴訟 其實在我國相較於英美國家來講 對於消費者的保護 甚至對於懲罰性賠償的認定 相對來說都是比較保守的 那之所以提起這個訴訟 除了是遊戲舉止在妨礙名譽這個訴訟上面 依舊沒有公開或澄清相關的事實 那更重要的是公平會在本件判決之前 其實就已經處分認定 遊戲舉止在於機率的設定上面 是早已知情 並且在記者會仍然以不實或不相應的機率 來去對外做公告 那這樣的公平會基於他公權力的調查結果 我們才有信心基於這樣子的事實 認定說遊戲舉止在消保法的要件上面 是有故意而非僅只有過失這樣子的一個違法的行為 因此提起了所謂五倍的懲罰性的賠償 那我們也呼籲法院 我們相當尊重法院的審判範圍 但是更重要的是這個案件其實對於往後 遊戲玩家也好遊戲公司也好 針對個人的作為行為 他們都會有更加的注意 那經營者也會負一個更高的經營責任 來去確保玩家的權益 所以在這個說中上面 我們還是會全力以赴去做好大家的期待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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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